第21題 學習完化學士的通則後 如萱將課程內容記錄在筆記本上 理化老師發現筆記內容有一個錯誤的地方 下列訂正中何者正確 我們看到如萱的筆記裡面這個地方是錯的 我們的氧化鈣應該是CAO 選項A說氯化鈣應該改成CLNA是錯的 我們習慣上金屬寫前面 非金屬寫後面 那麼如萱的NACL是對的 選項B氧化物中氧化學符號放在後方 那麼這個是對的 這老師上課時候講過的 選項C說葡萄糖寫法為C6H12O6 那麼如萱這裡寫法是對的 我們這個6126都要用竹馬表示 比較小寫在下面 所以選項C是錯的 選項株鐵金屬是由許多原子堆積而成 應該以F1N表示N表示許多原子 那麼基本上前面這句話呢 有許多用的堆積而成是對的 但是呢我們就把它簡略 用原數號表示F1就夠了 不用寫成F1N 所以呢如萱寫是對的 這更改的方法是錯誤的 所以第21題我們說 下列定證中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氧化物中氧的化學符號 應放在後方 我們就要請問一下